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五向泰国曼谷居民表示 首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 免受7月以来重创泰国三分之一地区的水灾 这位泰国领导人告诉记者 城市外延地区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但曼谷城内抗洪能力强 形势在控制之下 曼谷洪水救灾中心星期四说 洪水溢出一个关键的防洪闸 引起部分居民恐慌 但当局迅速撤回这一消息 声称消息存在错误 泰国的洪水已经导致近300人死亡 受灾地区多在曼谷北部 在古四城市大城附近 当局说在泰国76个省份中 有61个受灾 800多万人受到影响